人民币国际化被重新提到一时日常 不过这次的国际化和八年前提出的国际化大不相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河峰会上宣布 中国将继续从海河国家大量进口原油 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 充分利用上海天然气交易平台 展开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 尽管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次 在石油交易中部分使用人民币结算 并没有达成协议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世界上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和 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之间 双方都有强烈的需求 将部分交易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来结算 只是这个想法遭遇到地缘政治的干预 中沙之间讨论用人民币支付 其实在2016年 也就是萨勒曼王子掌握实权后不久就开始了 沙特阿拉伯希望在地缘政治中更加中立 在外汇储备上更加多元化 但是当时双方缺乏迫切性 所以谈判进展是缓慢 欧乌冲突爆发后 美欧将金融交易和国际结算武器化了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一夜间被美欧 无法迈出套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卢布报贬 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创 不过其他国家也看在眼里 对于中国必须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准备备胎 至于沙特 美国一直攻击他的人权问题 美国在处理以色列问题 野门问题 叙利亚问题上明显不合拍 沙特必须分散财富风险 预防进一步的风险 那么除了美元资产和欧元资产之外 人民币资产也是分散投资的必要选项 毕竟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着许多投资机会 当然碍于美国的势力 沙特在处理人民币结算支付的问题上 尽量低调 不过沙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已经大不如前了 本世纪出现了页岩革命 美国的能源产出足以应付本国需求 那么中东在华盛顿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下降 沙特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地位 也自然下降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放弃了均衡策略 外交上一位偏袒以色列 记者卡书吉谋杀案发生后 拜登侮辱沙特 侮辱王子 称永不踏足沙特阿拉伯 野门武装组织几次通过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设施 美国始终没有强力干预 更没有将袭击者定型为恐怖主义者 直至石油价格飙升出发了美国通胀 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拜登 才匆匆屈尊访问沙特 可是王子记仇 拜登连首都利亚德都没有让进 和王子的会谈不得要领 卑躬屈膝的拜登也只换来了 象征性的十万桶石油增产 一转头 OPEC家就又砍掉了两百万桶额度 这次国家主席访问沙特市博士访问 国王亲自出面接待 王子萨拉曼不仅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更陪同出席了一系列活动 其重视程度和拜登访问形成鲜明对照 萨拉曼王子领导下的沙特 走的是独立外交和多元经济之路 中国从2013年就提出 人民币国际化 当时的着眼点是资本项目的资金跨境流通 不过那一轮国际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 监管变严了 资金跨境流通变难了 二十大报告中呢 再次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 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 既符合国家安全考虑 也适应国际货币生态体系的变化 中国不能把人民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 全部放在美债和美元上 听任联储滥印钞票 听任美国监管 欲取一舍 和上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同 这一次的重点 方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境外人民币流通体系 通过贸易金融等方式呢 将人民币筹码派到世界各地 在不冲击本国金融环境的前提下 让人民币资产为海外投资者所接受 将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推向世界 万一美国把SWIN5计划 也可以有其他的支付手段 这一次的国际化在现阶段 并不涉及资金的跨境流动 更多是为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 做铺垫式的准备 美元在1971年与黄金脱钩 理论上讲呢 它不再拥有价格锚定 信息也明显下降 不过石油战争后 中东国家一夜暴富 美国抓住这个机会 成功锁定了美元作为 石油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 那么美元与石油捆绑 让大量美元流向海外 美国因此完成了向海外派出 美元筹码的过程 美元也继续是最受欢迎的货币种类 在某种意义上 石油成为美元价值的新锚定 美元仍然是全球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 美元仍然是全球财富的主要投资载体 尽管联储在本世纪疯狂印钞和制造通胀 尽管美国政府的债务出现爆炸性增长 尽管美国在雷曼危机和疫情危机中通过 汇率大起大落 隔了世界的韭菜 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却亏然不动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美元的替代货币 世界上有越来越高的呼声 寻求美元的替代载体 来进行贸易交易和财富承载 人民币是其中一个选项 人民币在可预见的未来 还没有取代美元国际地位的实力 但是可以成为另一个选项 在目前的情况下 境内人民币和境外人民币之间 并不能自由流通 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两种货币 但是境外人民币可以通过合资格的渠道 投资于境内的债券和股票 以此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投资机会 中国要做的事情是把人民币筹码发出去 然后这些筹码可以投进来 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已经上路了 我们已经上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